单车齐银西乡 大家好 我是张大飞 现在的位置是阿和七线哈拉齐乡 昨天晚上在这个公交车站牌下面露营 昨天晚上过来的比较晚 所以说没找到好的露营地就在这里了 现在天气不是很热 嗯 还行吧 最高温度差不多30出一点头 晚上的话 还是比较舒服一点的 主要是这边是一个河谷 今天的行程是42公里到达县城 然后去修整一天 嗯 补补店 洗衣服 因为差不多有一个星期没有修整了嘛 现在收有东西咱们出发县城 加油 连续上坡2.1公里 要翻越这个山 这个坡都好陡呀 有点太陡了 顺利登顶 上坡有多爽 下坡就有多爽 2.2公里长下坡 我离山河 城门踏破 养铁马会金鸽 繁华落尽 只剩残缺天色 也曾经指点山河 不管前路曲折 军临天下又如何 annoyed 凑事前求 也逃不过 时间悲患离合 我未轻狂 依人一样勇格 莫让回首谁在不舍 仍然对酒当歌 这一曲谁与我来咴 离山河 寺军临天下泽 下午4点24 现在已经到达二号骑线 42公里 现在先找一个地方住宿 然后把电充一下 我的电不够了 现在要尽早充 所以说明天才能充满 要不然充晚了的话就充不满了 今天晚上的事还挺多的 洗衣服洗洗澡 然后去取快递 先看有没有便宜点的铝店 或者什么的 能洗衣服最好吃 走出发 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房间 100块钱 这县城里基本上价格都差不多 因为找不到 我找了一大圈 后面是居民区 这个点还是有点热的 房间里也有点热 没有风扇 没有空调 这已经算是最便宜的了 特价房 是以前的餐厅改的吧 好像是 可以洗澡 现在我先把电拿上 把充电宝啊 什么拿好来先充电 对应车先扔下面了 该充电的东西 我全部装到书包里了 背上去 等一下还要去拿块地 今天下午应该把块地全收了 拿着架子 该充电的全部都充上了 充电宝呀什么的 嗯不知道今天晚上能充满吧 充多好算多少吧 现在先出去忙正式 先把块地取回来 把块地取回来以后 看医院下边了没有 没有的话还要去做核酸 然后顺便吃点饭 回来以后洗澡 然后再洗衣服 就这些事 出发 骑上我的小车车 东西也没卸 就直接这样骑到了 然后先去拿东西吧 找了一大圈终于找到了 一个顺风的合作点 都在这里带收的 应该能收好几件 还有其他地方 先把这里的取回来 正好在这里发个快递 把这个炉子发走了 这炉子给小桑了 他摩托车好带 我给他发到前面去 然后我买了一个小的 应该也在这边 在这个快递间 一切取了六件 一共七件装备 还有一件在另一个地方 然后咱们现在去拿一下 最后一件快递 行了晚上回去再看吧 可能是七件快递 现在去医院 然后把合餐做了 要不然明天出发不了 现在要回去一下 忘了一件事情 没在身份证 身份证在住的那里 先回去拿一下 下午了 凉快一点了 先不洗漱了 来不及了 现在六点多吧 好像七点了 八点钟医院下班 先去做合餐 然后吃饭 然后回来洗澡洗衣服 走吧 阿河区人民医院 一百多米 回弯就到了 现在是七点十五分 嗯 河川已经采样完毕 五个小时出结果吧 明天早上应该就出结果了 然后明天咱们也能继续出发 这是从喀石出来 嗯 差不多一个星期 正好一个星期 今天河川到七 然后今天是好又做了 要不然明天咱们走不成了 行了 去看看哪里有什么好吃的 今天晚上 吃点好的 今天这是四川的口味 这个是一丁闪面 上面有小葱 应该是酸菜 芝麻花生 还有一碗汤 然后要了一点水饺 今天晚上才是吃一顿好的了 这个水饺 是汤饺 因为今天没喝多少水 味真好 人家的喝汤 有什么没喝 我也没喝 就吃饭 我吃了 这三个汤饺 有点儿 是 你家里面有点儿 有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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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像7位柱,但是男生有自己的 可以拿到吧 她的小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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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小蟹 上檔囉,主要結婚的啦,它是因為你被說過的啦,然後是不少的 然後,再加上檔子,再加上檔子,再加上檔子 然後,再加上檔子,再加上檔子,再加上檔子 這個一冰燃麵,我以為是湯麵,沒想到是乾的 第一次吃啊,感覺肺量還是挺大的 拌一下 有一點乾 挺香的 加上檔子 多演員 Geld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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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猜出来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吗 看一下 这是一个蛋盘 一个蛋盘里面可以放四个鸡蛋 我不是每次带鸡蛋 都容易碎吗 带的多了也没地方装 然后我就在网上订了一个这个东西 一次可以装四个鸡蛋 这样就ok了 四个鸡蛋正好能够吃一顿 是不是 这个东西很实用 而且不占空间 这是一个鸚鸡蛋 这是一个鸡蛋饭盒 重点啊 我有一个很大的 就这样的 一个铝制的饭盒 差不多能烧一个人吃 蒸一小盒米饭应该是够的 也可以放菜成菜 我以为这个饭盒应该会大的一些 没想到这么点 这么点也够用 可以了 够吃一顿 这次的话都定用了一些比较实用的一些东西 这是一个折叠椅 看见没有 插刀骨就行了 里面是皮筋似的 感觉还行 有个小板凳 然后弄个东西还行 就是没有桌子 我发了一个桌子往这边发 然后那边快递公司又给退回去了 说这个东西不能往心下发 发不过来 所以说我的桌子就打水标了 这个小板凳是257克 好像是257克 最轻的一个小板凳 小小的一个东西 价格到挺贵的 这个东西60块 说明书还是这样的 不感觉有点浪费这个材料 说明说是素料 这是一个大浆的 不挂 带在脖子上了 而且这个东西 我以前的 给大家看一下 是这种塑料的 而且特别容易断 而且用用用用就分化了 这个东西就简单了 这里可以挂运动相机 而且很牢固 要什么样的姿势就有什么样的姿势 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 主要是这个耐用 不知道用起来效果怎么样 用用看一下吧 这个不便宜啊 60块 这是一件防晒衣 天太热的时候 就直接穿它就行了 透气性 而且素肝 这次更新的这些装备 全部都是比较轻巧的 因为煎就不会那么重了 我那个烧骨条一直断 所以说我也想办法 就是解决一下这个东西 看怎么样 处理 这个锅 齐形嘛 装备要的就是轻巧 轻便 铲子 木制的铲子 这回还有盖子 我以前的那个锅实在太平重了 实在说实话 这个锅真的真的是不方便 这是把 ok 吃一会吃 比以前的那个实用性更高一些 这里还可以煮什么东西 这里还可以煮什么东西 漏气的 这锅挺好的 这锅我是照着徐晕云的锅来买的 这锅我是照着徐晕云的锅来买的 这是他锅说了一下吗 之前 嗯 感觉是挺好的 真的可以 说明书 这是一个比较小的炉子 这个炉子具体精良我忘了 多重我忘了 看上面有写的吗 没写 这是一个柴火炉 比我以前的那个要轻 而且要小 以前那个太大了 带的确实实在是不方便 那个炉子是全网最好的 但是 齐行的话还带的确实太重 真的是好重好重 因为我后面的 带的东西太多了 我车子坏的最多就是后骨骼 所以说装备 一定要轻便 再轻便 就这气氧装备没有其他的 后续的话再定的话 要到伊犁那边了 嗯 因为订的一些东西 有的可能是发不过来 看后续还需要什么东西吧 这些装备 我就车子能省不少空间 而且能清不少 车子也不会断车幅条了 行了 把东西收拾一下 然后把我身上遮身包姜的衣服 嗯 全部洗一下 拿到楼上去晾一下 明天 看看应该不会穿 就收了以后 然后咱们继续出发 说说说 洗衣服 洗澡 这几天比较赶路 不是一直赶路吗 的 就是为了来拿这个东西 因为快递已经到了 差不多有四五天了 早点休息 洗个澡洗个衣服 十点之前今天睡觉 嗯 今天分享就到这里了 明天咱们继续出发阿克苏 加油